欢迎再次观看90年新闻 现在是台湾当地时间6月11日 您刚刚所看到的短视频资讯是来自中国当地美中提供的 同时这些内容也被我们查清到 它被Instagram账号AppleCore20在5月27日公布 在相关文字标题中提到 2023-0527新疆西披露的图文资讯 引来许多网友评论提到 妆容上夜走远好感直线下降太低了吧 又得罪造星师了吗 有关此事中国的当地媒体人士提供资讯提到 在5月27日新疆草莓节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乌房东方茂七级班 在此次活动中郭采杰张正月王义泰万能青年礼典等12组音乐人乐队组合分别在草莓舞台以 逐一现场摇滚名义说唱流行等多种音乐风格应有尽有 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在此次活动中台湾艺人郭采杰以特殊的发型 身穿咖啡色bra top搭配大地色印花长裙露出肩膀和小蛮腰以及很嗨的音乐很受欢迎 但是有观众发现他的上衣剪裁设计有点特别低到接近腰部 比例有些奇怪甚至有内衣下滑的错 是不是有种走光的感觉 因此有网友评论提到又有果子们蹦跳的画面 我嫉妒 针对此次涉事的台湾艺人郭采杰未有相关回应有关郭采杰 网络资讯显示郭采杰1986年2月19日出生以台湾台市 毕业于台北大学台湾女演员歌手2007年发行首张音乐专辑 《隐心超人》而正式出道2008年住院个人首部电视剧《无敌山宝妹》 获得关注台湾偶像剧年度最佳新人奖 2009年主演《偶像季》那一年的幸福时光 评篇提名第45届台湾电金钟奖续剧节目 与主角奖童年发第二张音乐专辑《爱意想》2010年主演首部电影作品《一夜台北》 凭该片获得第12届台北电影节最佳新人演讲 童年主演爱情片《近在咫尺的爱恋》有关草莓节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草莓音乐节是国内音乐厂牌摩登天空 即摩登天空音乐节之号以2009年创办的另一音乐节品牌 比之摩登天空音乐节草莓的气质更为多元 更与今天浪漫爱的特质